吳先生你好 是你好 你先把個人背景介紹一下 我是因為鼻塞所以我才發明這個產品 我之前有開過醫療器材行 後來我是因為要做這個產品 所以我去開醫療器材行 對 然後現在就專心的在做鼻書棉的推廣 你過去鼻塞做過哪方面的治療 我有開過三次刀 然後有做過鼻中隔 手術還有 腌餓成形素 對 第三次開刀效果有改善我的鼻塞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還是 呼吸還是不太夠用 是 所以我才開始慢慢的研發鼻書棉這個產品 所以它無法徹底治療的原因主要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的鼻腔內的膝蓋會一直增長嗎 這個跟膝蓋是比較沒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這個問題是在鼻髮 鼻髮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人體呼吸到阻力最大的地方 它會隨著年紀而暖化 暖化的時候你就會越來越難呼吸 然後我們的產品的優點就是利用鈦合金把筆法這個位置撐住了 你不管怎麼用力的吸氣它都不會往下陷 就是不會暖化 恢復到年輕時候的呼吸 那你產品總共開發多少年然後經過多少代的改良 我從第一代到現在可能大概六年至七年 然後我總共可能也開發了六代至七代 所以它單純是個物理的這個功能 它只是撐住我們的筆法 它是可以全天佩戴還是主要是睡眠使用 如果可以調整到最舒適的角度 是可以長時間佩戴的 它是利用鈦合金 來撐住我們的筆法 所以鈦合金它有一個特性就是 可以調整到非常多的角度 你看現在比較大它還是有彈性 我們把它鼻孔比較小的人 我們把它壓小它是不是變小了 它還是有非常好的彈性 這就是鈦合金的特性 主要就是針對呼吸問題嗎 是沒錯但是 呼吸問題已經涵蓋非常多的層面 譬如說我們白天 如果因為筆法這個問題 呼吸量不夠的話 你的心力變異會變差 心力變異變差你的活力指數就會降低 你如果把撐住的筆法讓呼吸量加大 你的心力變異就會好 因為呼吸變好而好轉 你的活力指數就會變高 然後在晚上睡眠上 它的幫助又更大了 因為如果你睡眠的時候躺下是 因為筆法而沒辦法呼吸 你就會變成用嘴巴呼吸 用嘴巴呼吸的時候 你的舌頭是沒有地方放的 我們睡眠有四層三到四層熟睡起 嘴巴打開舌頭就會往喉嚨那邊拉去 就會造成這個現象這樣 然後會口乾舌燥而醒來 或者是因為 呼吸道不暢通而醒來 呼吸跟 呼吸中止症是有非常大的關係的 只要你呼吸順暢 呼吸中止症就會大大的降低甚至於減少 一開始應該不會想到用鈦合金吧 我一開始是用樹脂量身打造 做一個使用者要花大概三天的時間 要先測試然後去測量就對了 對就是大概按照它的鼻孔的模型 大概去測量把它做出來 我非常失望的就是 當我花了三天的時間去精心的幫它做出來 我想說裝到它鼻腔應該會很舒服 應該會感受到呼吸順暢 但是有的人 他鼻腮不是因為鼻腔啊 裝進去是沒有效的 所以我覺得 哇我花了那麼多時間 我覺得很失望 所以我又慢慢的改良到 可以自視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第二代的改良到自視的 那個可以上下推 它有一點機械型又太重 外觀又不好看 然後賣的不好 所以我又想 是不是還有更輕便的方式 然後更隱形的方式 所以才慢慢的演變到 這個鈦合金的這一款材質 最輕它又具有最好的彈性 撐住我們的筆法 得到良好的效果 是 好 謝謝 謝謝你